结果夫人李嘉芬递过来的英文演讲稿 共事长韩国瑜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 捉紧时间狂练习 神情专注念念有词 而他手中这份讲稿也意外曝光演讲主题 这份讲稿标题分别是 The Power of Down to Earth 接地气的力量 以及Let Charlie Talk I Walk the Walk 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内文则提到 他不相信韩流 因为让他能够以市长身份跟与会者交谈的 不是个人而是人民的意志 韩国瑜心心念念总不忘提台湾人民 而这趟美国行会不会成为他2020入场券呢 这样讲的话没有意思 感觉在吹牛了 只是说这几位教授 对台湾高雄市市长的选举 在去年2018年报的高度的兴趣 所以正式的邀请 我们就欣然的接受 这个是在三个月以前就敲定的 所以今天才成型 至于其他附加一些不必要的联想 我想都是不必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可能到时候还是会面对Q&A的部分 也是尽量让自己的表现能够好一些 因为毕竟是代表高雄 而讲稿也一度传出 由专研两岸关系的淡江大学大陆所副教授张武岳操刀 虽然全文要到演讲当天才会证实曝光 但演讲场地国人并不陌生 地点我们带您独家享先曝光 就是这个哈佛大学的教职园俱乐部 过去马英九也曾经在这里发表演讲 不过这次韩国瑜来呢 他全程不开放媒体拍摄 只有哈佛大学的师生可以入内听讲 哈佛校园的闭门演讲 虽然不开放 却因为人气王韩国瑜的关系 身为全台焦点 解综合报道